- 囚禁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Chirc 這期節目本來應該要先介紹時尚的 但《輝夜》動畫二期其中一個大看點就是時尚的過去 為了不提早破梗 所以就先介紹跟他同天生日同樣是作者半生的藤原千花 這期節目跟上期一樣 會提到漫畫的進度 不過…跟白鷹不一樣的是 這傢伙幾乎沒有屬於他的長編 目前也沒有像《輝夜》、白鷹、時尚 甚或是早版有比較沉重的過去 會這樣是因為作者翅膀還沒畫出來 作者在訪談有說過 很可能出一個跟蓬萊玉之有關的人物 總之 目前在所有角色中 算是一個比較奇妙的存在 在節目正式開始前 可以幫我按下影片下方的訂閱鈕 並開啟小鈴鐺 之後有新的動畫角色介紹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喔 本期節目介紹的是 秀之苑學園高中部二年B班 擔任學生會書記的藤原千華 各位要知道 她才是本作的女主角 不知道看過漫畫的朋友有沒有發現 漫畫在做人物介紹時 御形和輝夜是一起被稱作為主角 但並非男女主角 真正的女主角其實是藤原和依景也 會有這差別? 我猜就是在做重要角色的區分 主角兩人一組、李主角一組 女主角一組、李女主角一組 這些人在作品中的份量 應該都是跟主角一樣重要的 作者也在訪團說過 未來將會說明 把她定位到女主角的原因 她的名字跟白銀一樣 同樣也是取之於 族曲物語中 追求輝夜的五位貴公子之一的 藤原不比等 原作中的她被輝夜開出了 取得蓬萊玉姿這個難題 而這人並沒有老老實實的到處找 反倒是叫工匠準備精美的偽造品 結果在她得意誇耀時 工匠剛好跑來要錢而露現 恩... 來 大家跟我唸一遍 千花的千是老千的千 是的 原版的她就是個會投機取巧的人 這部分的性格 忠實地被作者置入到千花體內 而千花具體作弊或是說投機的司機友 比賽連連看 卻拿出老千撲克牌作弊 還特地設下了被發現不是直接出局的規定 之後 遊戲途中 假裝弄亂的盤面 實際上卻是擺到特定方向 幫助記憶 再來 明明是在講戀愛話題 卻故意把最喜歡的朋友講成戀愛對象 欺騙他人 還有 玩石原硬幣的聯誼遊戲 說好不能去追查回答者 自己卻想用硬幣年號鎖定回答者 最後 筆額腕力不好好比 還若無其事地利用槓桿原理 讓自己佔據單方面的優勢 講了這些 再跟我重複念一遍 千花的千是老千的千 她是一個能把作弊當呼吸一樣的女人 不過 這邊要額外提一下 雖然故事中的藤原不彼等 確實是個作弊仔 但在歷史上 是真的有藤原不彼等這個人 而且他還在歷史上擔任過 大納岩、幼大臣等重要官職 這個官位差不多接近於中國古代宰相的地位 在現代 就差不多是 總理大臣 這個層級的人 這樣一個人實在很難想像會常常做一些偷雞取巧的事 而且 就算做了 也實在不可能那麼容易被人發現 說到這 有看過漫畫的朋友大概就知道 藤原家之所以被設定成政治私家的原因 雖然公事書或是一些訪談都沒有明說 但十之八九就是取之於這個真人設定 藤原的真主婦當過總理大臣 叔叔是現任省大臣 他家族世世代代都有參與國政 千花的父親雖然不希望他的女兒們參與政治 但骨子力的本性根本改不了 具體的事項有 1. 公然賄賂 打算用一筆可認讓會長提高桌遊社的預算 2. 非常清楚的知道 公約或是證件這種東西就像裝飾品 選完後大家根本不記得誰有說過什麼 費用要花在食物面才算是好的政治家 花錢製作黃金招牌沒人會高興 3. 升學的三方面談 被老師問到未來想從事的工作 他居然回答的是 總理大臣 雖然後來立刻有表明這是個笑點 但老師完全沒當成笑話在看 有PTT文章指出 無法分析藤原未來的出入 為何是當總理大臣 初看之下 大部分的人都只會把他當成亂圓 是赤板老師的惡趣味 但從他的名字的原由來看 他會想當總理大臣 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當然 如果真的不小心讓他當上 講完了他的名字 以及背景跟他行為的一些關聯後 再來說說他個性的部分 剛剛有在開頭提到 會說他是作者的半身 是因為在一次訪談中有提到 作品裡的角色 哪個比較像老師的時候 赤板回答的是 藤原混雜時尚的混合體 沒錯 並不是白鷹 白鷹是老師理想中的男人 要勉強自己努力 才能達到白鷹的境界 作者會說自己是藤原加時尚 很明顯 作者有這兩人的共通點 KY 可能有人不懂什麼是KY KY就是不會讀取氣氛的簡稱 時尚KY的部分流到時尚篇再提 藤原KY的部分很明顯就是他當亂圓的時候啦 這部分甚至都被很喜歡他的動畫製作組給親自認證 看看這精美的鬼牌和炸毀一切的破壞人 這表示動畫製作組不只知道他可愛的部分 就連他毀滅的部分也相當了解啊 不過 這部分跟前面幾點不一樣的是 他當亂圓的次數實在太多了 根本沒辦法一一舉例 只能舉出幾個大方向然後再指出關鍵案例 第一個大方向 破壞灰葉的計畫 千華總是會在灰葉行動的最後突然竄出 讓灰葉防不勝防 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灰葉已經試破白鷹的謊言把白鷹逼上絕路 這時 亂圓就用了很驚悚的方式登場 他只用了不到10秒 而且只用了一把閃 就用翻桌的方式毀了灰葉下的整盤好奇 第二個大方向 戀愛偵探 這個部分並不能說每次都是亂圓 但有很多時候都是 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伯木組想安慰 這一回是說 灰葉因為白鷹的外貌產生變化而感到動搖 伯木在旁邊拚命安慰 戀情本來就會忽冷忽熱 這時 千花果不其然的出現 而且很白目的說 會因為外表改變態度 那種愛是最差勁的愛 這句話完美脊椎灰葉 第三個大方向 氣氛破壞王 完全不會看現場人的臉色 總是忽然來個一筆 個人最推薦的是 當所有人都沈浸在粉紅色的氣息 滿腦子都是春天時 他可以在下一秒 闖進來 第四個大方向 欺負人 或是說玩弄人 目前動畫只有藤原用雞雞把灰葉弄到再起不能 之後 學生會的新成員 依錦眼會變成他最新的玩具 第五個大方向 裝董 簡單來說 就是他會腦補一些一連串不存在的事實 還能一臉震驚的唬爛 他一臉 我知道了用了什麼食材 還將見了一連串的原因 但實際上只是加了味精 能一本正經的說幹話 大概只有早版能跟他並駕齊去吧 好了 以上大概是整理出來的幾個大方向 如果還有遺漏的 歡迎在下方補充 說那麼多 我想各位應該非常清楚 他為什麼會被叫做 亂緣的原因吧 介紹完他的個性來聊聊他的背景 雖然目前沒有過去的故事 但是仍有很多背景可以介紹 正如剛剛所說 他們家是政治世家 爸爸是政治家 母親是外交官 拜此之事 他精通高達五國語言 在雞雞回 他問會長意大利的乾杯怎麼說 表示他懂意大利語 在灰葉威脅回 書記也有用流利的法語對談 再加上母語日語 以及國際語言英語 這樣就四種 還有一個我猜大概不是中文吧 因為他有說過 日語是他覺得比較困難的語言 而中文是我認知所有的通用語中 算是最困難的 所以應該不是中文吧 不過 他會的語言雖多 但語會能力過度偏重的理語 所以考試還是會陷入苦戰 值得一提的是 他是家中的惡女 在他們三姊妹身上的巨乳屬性 並不是來自於他們的母親 因為你看 巨乳精英很可能來自於父親這邊 藤原跟白銀和惠葉很不一樣 從現在的各個情報紙書 雖然受到過度保護 但他是在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 尤其是他爺爺更是過分溺愛 就算成績退步 還是偷偷塞靈用錢給他 而父母平時就算工作再忙 學校運動會也會騰出時間參加 在這些人的關愛下 千花成長為一個有著溫柔心胸的少女 不過 關愛歸關愛 他父母平時也蠻嚴苛的 他們有限制藤原接觸電玩等低俗娛樂 讓他沒辦法跟同學一起玩寶可夢 夠 為了迴避這問題 藤原想出的對策或是發展出的興趣 就是桌上型遊戲 應該說 只要是偏離宅文化主流的赤文化 都是他的菜 高中加入桌遊獸也是理所當然的 而這也是為何他老是會想出一些 有的沒有的小遊戲找學生會成員玩 嗯…雖然到最後總是會出現受害者 但他不是故意的 天真善良可愛浪漫的他 怎麼可能切開來是黑的呢? 他是有小心機沒錯 但他只會用在遊戲或是好玩的事情上 這份聰明並不會用來害人 會讓人沮喪完全只是個意外 而說到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不論是動畫或是漫畫 藤原都沒有所謂的內心化 像是從內心化可以知道 灰葉切開來真的是黑的 但藤原不是 目前沒有內心化的主要角色有三個 藤原、早版、伊景也 沒有內心化的原因是 作者一般只有在戀愛進攻方才會有心理描寫 被動方不會 藤原和伊景也目前都是屬於被動方 所以不易被理解 早版則是因為有太多事情要思考 所以也沒有內心化 但是 藤原沒有內心化還有一個更大的理由 因為 他本來就是會把所有內心化講出來的一個人 大家不要再說他是黑的了 正如剛剛所說 他有很優秀的血統 這點除了表現在外表上 還展現在他各項天賦上 首先 他有極為優異的音樂才華 特別是鋼琴 在小事的時候就已經拿下了全國鋼琴大會金獎 他也因為這件事有了非常棒的成功體驗 讓他從此樂光開朗 不太會介意有丟臉的表現 除此之外 他的智商更是高達了130 這個130可不是開玩笑的 比輝葉還高 扣除掉會作弊的部分 輝葉就算拿出100%的實力與藤原較勁 還是常常會敗給這個天才 至於智商這麼高 考試成績卻不好 這是有原因的 本來 在這所學校 藤原的成績很平均 學習態度也很積極 除了個性以外 都算是個優等生 但他完全信了學員成績Top1和Top2 說考前不用念書這種鬼話 無印間被捲入兩人醜陋鬥爭的他 結果就是成績排名一直下滑 從91掉到101 再掉到111 唉 真是叫到了壞朋友呢 所以 各位該相信 藤原是真的心地善良了吧 動畫組肯定也感受到了他的純真 善良和可愛 所以 非常喜歡這角色 幫他加了很多的戲份 除了上季出了一個紅透半邊天的書記舞外 就連剛開播的二期 像是空氣 番花神 墓園背景 以及個人訪談 這些東西都是原作中沒有呈現的 順帶一提 剛剛有提到的那幾幕 都是藤原在玩樂的畫面 在這邊 肯定會有人覺得 身為書記的他 一件正事都沒在做 這是錯誤影響 你看 雖然整回重點在cosplay 但實際上是在討論歡迎會 下一回 雖然是玩遊戲 但實際上是在做採買安排 在歡迎會上 他也有好好的接待和演講 然後 在指甲遊回 也可以看到他在認真核對資料 有問題 還會請教回頁 說了這些 只是想告訴大家 他在學生會是真的有在做事 只是愛於節目效果 導致他在玩的時間都被過分強調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認為他在鬼混 這點 要幫他做個澄清 最後 來聊聊他的身體能力 像是白銀平時要打工 體力就很不錯 灰葉則是有接受各種武術訓練 基礎體力或MP值也高 藤原呢 他雖然好像沒有像灰葉那樣天生神力 也沒經過特殊訓練 但他有為了不要發胖 一直在做運動 MP值也高於平均理性 甚至跟時尚不相上下 妙的是 他並沒有特別在做肌肉鍛鍊 或是說 重量訓練 所以 估計力量是從千佩斯三步鍛鍊出來的 一直有在運動的他 身材起初保持不錯 也自稱是個低醣子女孩 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愛上吃辣麵 為了給自己有個合理的藉口 開始催眠自己 只要吃辣的東西 讓自己流汗 得到的卡洛里就是零 珍珠奶茶加冰塊 熱量也是零 這個神羅吉讓時尚撿到槍 瘋狂對藤原進行大量輸出 就連輝夜也說 藤原最近越來越圓潤了 啊 真是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反正會喜歡藤原書記的人 肯定不會在乎他的外表 而是喜歡他的個性 對吧? 好了 介紹完了他的背景 以及取刷一些污名後 接下來談談他的人際關係 志工輝夜 藤原最要好的朋友 要好到甚至可以為輝夜犧牲生命的地步 首先 他們真的很要好 只是因為輝夜的態度像是 無悔的血脈 地球自哀 或是下賤的女人 這種詞不斷出現在觀眾眼前 才會讓部分觀眾誤會 而戲中 就算輝夜沒說出口 表情也都有寫在臉上 所以時尚才會誤會 藤原會是輝夜第一個想殺掉的對象 但 各位知道嗎? 藤原對輝夜是非常有情有義的 從這段話可以知道 他一直很清楚自己被輝夜討厭 也肯定有察覺到輝夜的眼神 但即使如此 他還是喜歡輝夜的一切 也願意一直陪在輝夜身邊 第二集有提到他像燭火會一點點融化冰 就是在指融化冰輝夜 另外 在輝夜對藤原那篇我沒有提到 但在漫畫的進度 有一話就是明講 想成為輝夜的朋友是相當困難的事 輝夜會做朋友信任測試 他會對特定的對象說出一個很容易讓人想說出去的秘密 等一段時間後 再派招板去對象周圍打聽 如果沒洩漏秘密的話 才是朋友 洩漏的話 就不再和對方有來往 這嚴格的試煉 成功通關的只有藤原一人而已 而藤原會通過測驗 我猜不是知道自己被測驗而特別限制自己不亂傳 而是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大嘴巴的人 雖然很喜歡聽別人的八卦 但不會亂傳 非常遵守信用 值得他人信賴 這邊 趁著提到他跟輝夜的關係 順帶來聊聊 千花了解 熱眼能ABC到哪種成績 是的 是用了解 不是自己有體驗過 從他跟輝夜的對話可以知道 他對於C方面的了解 遠比輝夜來得多 就連什麼是神了 都很清楚 而且對於如何牽手這種丁層次的問題 完全不放在眼裡 但 眼就僅止於此 真的到了柏木這一對成績會有的煩惱 他完全派不上用場 如果到了如何當第三者這種成績的討論 他甚至會直接消失 所以輝夜後來有關C方面的知識 都是來自於柏木 白雲御行 藤原努力栽培的對象 占谷說犧牲奉獻都是在講藤原對白雲的協助 協助的項目有 唱歌、排球、克服血腥、跳舞、Rap、以及吹氣球 其中最有意思的章節大概是教白雲跳舞那回 在這回 完全凸顯了藤原對藝術的理解和輝夜的南原北側 前者認為必須去了解創作者的硬涵 是典型藝術家會有的思維 而後者認為 只要模仿出一樣的動作 做出優美的知識 就能感動觀眾 這邊告訴讀者 輝夜對美這種東西是沒什麼感覺的人 而藤原則是天生的藝術家 這部分跟白雲比較像 不過 他們倆也就這部分類似 藤原目前看來 各項初始值都比白雲高尚不少 為了教會差距很大的人 藤原心生了相當多的東西 在教白雲排球之前 他是一名完全不會說別人壞話的乖女孩 但在經過了一連串的折磨後 居然說出了 白雲爛得像怪物一樣 自此 他的嘴巴開始頑皮 會講一些很傷人的話 不只如此 對於教人這件事 藤原還出現了很嚴重的PTSD 當他很好心的要教時尚打排球時 內心的恐懼就像噴泉般無法控制的湧出 必須拿出相當大的勇氣 才能正視眼前的人不是白雲會長 說壞話和心理創傷 你們以為白雲只帶來這些影響嗎? 那你們就錯了 本來 藤原會喜歡的人 就是不用完美 而且有點強勢 遇上辦不到的事情也會一心一意 就裝藍貝也會持續挑戰的人 但是 在他發現這些特徵跟白雲一致時 內心卻只有無限的懊悔 唉 看看白雲對藤原都做了些什麼 好好的女孩變成這樣 都是白雲害的 要說白雲對藤原的唯二用處 一個是 一早就幫藤原證明了 他不是一個會到處講別人秘密的人 非常守信用 二 就是幫觀眾了解 想要貢獻藤原這種女性 或是說 想要有更多親近的機會 就是拚命的拜託他幫忙 只要你拿出誠心的態度 他就是一個無法說NO的女子 喔對了 最後順帶一提 灰葉曾說過 無法接受自己的男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 接受其他女人的教學 因為這樣就等同於 內在遭到其他女人的自然 如果灰葉知道了 白雲的內在 早已遭到藤原嚴重污染 不知道友誼的小船 會不會再賭翻船 時尚優 藤原的天敵 本來是處在能夠互相傷害的關係 但時間一久 時尚就逐漸佔了上風 正如前面所提 這兩人都是相當KY的人 而要對付KY 也只有KY 時尚發揮了看穿事物核心的本理 常常把他大一年級的學姐 嘴到無法反駁 導致藤原認為時尚 行凶詳雜 愛挑毛病 總是講話傷人造成的創傷很難痊癒 完全感受不到對學姐的尊敬 以及常常看不起他 這些種種偏見 讓藤原認為時尚欠缺常識 在異性方面 到達了產業級廢棄物的爛 不過 雖然說了那麼多時尚的壞話 藤原還是知道的 知道時尚有好好的守住最後一條線 所以 雖然覺得不慫 但一次都沒有討厭他 跟時尚鬥嘴時 比起生氣 更先感受到的情緒是開心 這種鬥嘴有點像阿克亞和何真 平時互相Diss 但出了事還是會互相Coffer 我想比較好的例子是 時尚在運動會上跑輸 本來要過去安慰的伊井也 卻被會長和藤原擋了下來 這意味著 藤原也知道 這時候誰去安慰時尚 對他比較好 換言之 他有好好的在為時尚思考 另外 雖然是鬥嘴前的事 但藤原一直有想公開時尚的過去 洗刷眾人對時尚的印象 甚至不惜違背時尚的意願 把調查文件放在最顯眼的位置 希望有人去找出真相 伊井眼玉子 藤原的新玩具 明明知道玉子很尊敬他 卻老是拿他尋開心 像是玩一小時不能生氣的遊戲 聽玉子尖叫 讓狠手規則的玉子玩手機 讓他開始沉淪 而且 很快就發現了 只要稍微稱讚一下玉子 玉子就會讓人為所欲為 從此之後 只要逮到機會 就會利用這特性操縱玉子 還會把玉子跟他講的喬喬話 下一秒毫不保留的傳給所有人 被這樣對待的玉子 還是認為藤原都是為了他好才這樣做的 唉 這兩個真是沒救了 早版愛 藤原的好朋友 但具體多好不清楚 雖然藤原對早版有很多可以講 但早版對藤原卻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看起來就像普通朋友 只是 隨著漫畫的進度 早版在被灰夜日日夜夜放閃後 忍不住想試試看藤原的雙唇 這行為讓藤原感到恐懼 開始跟早版玩鬼抓人 至於早版的另一模式 哈薩卡 男 正式開啟了藤原身為婦女的一面 在他以為白鷹喜歡的對象是哈薩卡男時 興奮到流鼻血 唱Rap還亂唱什麼 支不支持男人間的性愛行為 到最新進度為止 藤原應該都沒發現哈薩卡和早版是同一人 藤原盟業 千花的妹妹 國中生的她身材已經比灰夜好上非常多 只不過 她有非常特殊的性癖好 她想把白鷹龜關起來好好疼愛 以及想吃掉灰夜 她 才是真的切開來是黑的那個 由於常常聽龜講起自己的哥哥 讓蒙夜在第一次看到御型就徹底迷上 不過 她的戀奇是不可能會有結果的 在她面前 有灰夜和千花兩座高山在 千花非常想阻止自己的妹妹誤入企圖 最後 千花曾說過 自己作弊能騙過盟業 但我猜是盟業故意不戳破 這樣比較好控制自己的姊姊 藤原瘋石 千花的姊姊 正如名字所說 她真的非常瘋石 算是千花的完全體 講話很悠閒 有著不受任何失誤束縛的生活方式 三年級的GIGA子 和一年級的馬奇學階 兩人皆是桌遊社的成員 是藤原很要好的玩敗 後者 正確的名字應該是 聖元燒 是桌遊社社長 有趣的是 很多讀者認為 她就是跟蓬萊玉之有關的人物 以上 大概是我認為 跟藤原比較有關的角色們 不知道各位還滿意嗎? 總之 這期節目主要是想告訴各位 她不是真的笨蛋 她只是活得比較愉快 畢竟 身為一個亂源 還要讓人不會真的討厭 不會踩到別人的真地雷 是相當不簡單的事 還有 我不是千黑大將軍 雖然開頭是那個樣子 但那只是凸顯早板 輝夜等人對千花的印象 真正的千黑大將軍 是作者才對 一下子把人家當成巨人 一下子在推特說藤原會死 真的說 藤原果然跟老師很像啊 好了 這期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由於太多人留言說想先聽時尚 如果這期節目訂閱超過300 那只好冷痛割愛早板 先來聊聊時尚這名神奇的男子 當然 範圍是漫畫最新的進度 好了 還有什麼問題想討論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麼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